接着来看到卓西乡公所为了要庆祝农民节 已经连述办理卓西乡及有农民表扬暨农特产品促销活动 今年疫情较为趋缓后 在卓西乡聚会所扩大办理 备扬19位农民 肯定鼓励从事农业超过20年的长者 绿币显表示 这几年透过推广农业 强化部落经济 希望能够改善部落的生活 从农业发展中兼顾生态 生产以及生活的三生农业 叫到名字的长者缓缓地走到舞台 因为年纪稍长 有些还需要搀扶 他们可都是75岁以上 务农也都超过40年 乡公所希望透过农民节 让大家看见 这些被表扬的资深农民的过去 努力给予肯定 这是我们卓西乡已经办了7年 因为我们有13个长校班 我们在努力地在推动农业政策 所以他们都有在成长 那有成长的 有一些成就的 我们都要让他觉得 做一个农民是非常光荣 卓西乡公所为了要庆祝农民节 已经连续办理 卓西乡基优农民表扬 及农特产品促销活动 今年疫情较为缓和 之后呢 在卓西聚会所扩大办理 表扬总共有19位的农民 女比前说 这几年透过推广农业 强化部落经济 期望农业来改善部落生活 从农业发展中 能兼顾生产生活 生态的三生农业 资深的15名 然后杰出的有14名 资深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 他做到70、80岁了 他忍然在做 过期没有表扬过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否定他过期的表现 我们就是肯定他 一生为卓西的土地付出 会了凝聚卓西乡农民 以及各产销班的情谊 同时宣导政府各项的农业政策 期许塑造除了农业生产的一级产业 也朝着农产加工的二级产业来努力 未来更将朝向农产品的销售 物流以及休闲文化体验的三级产业满进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采访报道